我跟你說啦 這炸雞齁 好 今天呢 這個影片呢 是我會去探訪 三家炸雞店 這三家炸雞店呢 他們就是都對台灣人 到底喜不喜歡他們自己家的炸雞 這件事情非常好奇的店家 然後所以參加了這個Delicious Cake的活動 然後呢 我們就會去探訪看看 會給他們非常真實的意見 他們交代我們就是 老實說 所以呢 這影片裡面就是會 非常老實的評價他們每一個料理 我們要去領我們試吃的食物了 第一家是Chill Nam Chicken 這家就是主打 它除了炸雞 搭配其他的韓國料理 小腸啊 辣炒年糕這樣子的set 除了炸雞之外 再結合了韓國的其他料理 把它做成一個set 來打開他的新市場 他的炸雞除了想要進到台灣之外 他更希望的是 可以結合台灣當地的料理 先來吃吃看可不可以怎麼樣 第一個來吃的是 青陽美乃滋炸雞 搭配小腸的這個set 豬腸 你看它豬腸腸非常的辣欸 對台灣人來說可能會太辣 如果像我是會吃辣的 我就覺得偏辣 如果完全不會吃辣 我會辣到腳麻麻 是不是 隔壁要叫貓媽 看到沒有 可是愛吃辣的人是好吃的 很好吃 嗯 我覺得他們家的炸雞 有點像是台灣人最喜歡的蕎春 它的這個炸雞外面的 裹的那一層 我覺得吃起來有點像蜂蜜 口感的 然後它的美乃滋也甜甜的 然後再搭配上這個西哥辣椒 非常的解油膩 我們現在來吃它第二個有名的set 是大蒜奶油炸雞跟雞軟骨 還有手抓飯 奶油醬吃起來有點像玉米濃湯的感覺 然後它上面撒了麵包 就是一個對台灣人好像有一點甜的一道料理 然後它奶油味還蠻香的 甜味跟奶油混在一起 玉米湯感很重 玉米湯裹著炸雞的感覺 我覺得台灣人想到大蒜味 可能都會想不到那種大蒜的香味 可是我覺得它的大蒜味 比較偏西式料理的那種口味 我跟著一起這個香蒜奶油set的是豬軟骨 非常的辣 我覺得它比大腸還在辣一些 因為大腸它可能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好入味 可是因為豬軟骨 它完全旁邊都是那種細細軟軟的肉 所以它超入味 超飽辣 剛剛Stella有叫媽媽 上海乾風雞 這是這家店的招牌 上海乾風雞 如果是上海料理的辣的話 微微的辣 他們都很喜歡放上海的辣 我覺得這家還有一個特色是 它的炸雞整個醬料是黏在它的皮上面的 吃起來的口感跟台灣那種 一般的果麵粉的炸雞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上海的這個又不會太辣 甜度也剛剛好 可是有說這家特色就是炸雞 然後再合併另外一個料理 它搭配這個上海炸雞的料理是辣爪點膏 它說是起司球 可是我吃到的是紅豆球 然後裡面有起司喔 起司球菜我吃過了 它好吃的 甜甜鹹鹹 我們評價好像是很認真的 這次要試吃的餐廳呢 是一家叫做生活啤酒的 它在韓國是全韓國有200多家的連鎖店 是韓國最大的精釀啤酒連鎖店 針對韓國市場有設計出各種各樣 適合炸雞吃的啦 或是最近好像天氣比較冷了 比較熱的啦 口感都不一樣的啤酒 是他們公司最大的驕傲 我們就來try try它的啤酒 我們的Stella跟我說啤酒料從蛋裡開始吃喝 這個好好喝喔 連我不會喝酒的人都喝的出來 有點甜甜的 比較有水果味的啤酒 這個喝起來還有蘋果的味道 我酒量超差 所以我可能等到炸雞來的時候 已經鳴叮大嘴 我跟你說啊 這炸雞齁 女性客人很多 因為它很多水果香 然後喝起來有點微微甜甜的感覺 啤酒 在Menu上面看到很有興趣的 你就可以跟它說你想要嘗試看看 它就會像這樣子拿 這樣一系列的Sample 比較小杯一點啦 就會給大家喝喝看 然後你如果覺得OK的在用點這樣子 先吃它第一袋是憤怒的小娘 Angry Bird 帶骨的Original炸雞 它 Angry Bird 我本來以為是完全Original的原味炸雞 其實它是有釀一點辣的 所以它吃起來的話是原味 完全吃得到雞肉的味道 也吃得到那個雞 有點肉汁的味道 但是呢就是有一點點辣辣的 而且就一點點 這時候你就會很想要喝一口啤酒 但是在這種特油沾加 它現場要準備兩個 所以你只是有這個 Angry Bird 原味的炸雞去吃 可以一直變換不一樣的味道 這是下一道生火炒年糕 上面是脆皮炸雞 然後炒年糕跟魚板這樣子 我覺得它的魚板比其它非常多年糕店的魚板 切得還要非常非常的厚 所以就會有一個很濃郁的魚板味 吃起來會比較像台灣的甜不辣的感覺 它的辣炒年糕非常的入味 因為它才小小一個 所以那種 常常有那種 吃下去以後醬料不夠 然後年糕味太重的狀況 就完全被解決掉 一共炒年糕來說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吃 我不是一個很喜歡韓國辣炒年糕的人 但我覺得他們家辣炒年糕很好吃 不過它整個辣炒年糕裡面 我都放了 對於它裡面放炸雞這件事情 我沒有很喜歡 我覺得它辣炒年糕裡面的年糕跟裡面的魚板就很好吃 放炸雞我覺得有點太多了 而且炸雞本身就蠻油的 那個醬料也是蠻重口味的 有一點 下一道是它的中華雞肉沙拉 它雞肉是用里雞肉去裹粉以後去炸的 做成酸辣口味的 我吃不出來它的味道 要吃沙拉的人來說 點到這一盤 可能會覺得 雞肉太多 菜太少了 就是我覺得吃到不雷 就算蠻好吃的 可是 可能不會對於這道料理非常的有記憶 一樣的沙拉 大家可以自己到生活啤酒吃吃看 先來吃吃看海樓拌麵 我覺得它的海樓拌麵可以點欸 重點不知道是它的麵 它的醬料非常好吃 甜甜辣辣 可是它不會過甜 我覺得它保留了非常好的海樓的甜味 那個鮮味 一吃下去的時候 海鮮味就噗了 超大塊的 海螺冷麵大腿 這是紅色的 這是黑色的 紅色的 紅色的 它好像有一個生薑味 它辣的味道沒有那麼重 然後甜的味道也是有點淡淡 醬料炸雞來說 好像不算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我們現在試試看黑色的憤怒鳥 如果你一定想要就是吃吃看醬料炸雞的話 我就會推薦黑色的 黑色的憤怒鳥 做成一個甜的醬油味 所以 而且他們家的東西只要甜的 都不會做到甜果頭 非常的適當 在韓國他們叫做Hot 那這個東西是 就是有一點就是居酒屋的感覺 現在來的這一家就是Fan Beer King 這一家算是很大的一家 就是雞皮連鎖店 如果知道韓國文化 韓國都會有一車二車三車的文化 所以像這種店 他們就是專門在二車三車的時候 那種上班族啊 都會到這種店 就是變成第二輪就是要喝酒 那就會變得很多的炸物都是這種配菜 那我們今天就會吃六道它的代表性食物 第一道出來的是 半半炸雞 這個是他們代表Menu的其中一個 這個是Original Chicken 然後這個是Onion Chicken 是洋蔥Chicken Original的一塊 它炸雞是很傳統的炸雞 可是是好值得 居酒屋它就是主打它有各式各樣的拼盤 所以就是 我覺得有點像是你去錢櫃的時候 會有各式各樣的那種拼盤給你配酒一樣 坐在對面的台灣試吃員 對他們馬鈴薯片 對我露出大拇指 它完完全全是把馬鈴薯切成油 好 我片下去烘 覺得跟洋芋片有點像 可是 因為它是真的馬鈴薯下去烘的 所以有點像是我們在吃薯條 不是會覺得外面那一層最脆嗎 它一整片都是外面那一層的感覺 然後外面的醬料是感覺是美乃滋 跟一種BBQ的烤醬 雖然吃起來 BBQ的烤醬跟雞肉有一種 很微妙的感覺 我就要來認真寫我們的溫卷調查了 下一個餐點叫做 披薩卷沙拉 當然寫說是披薩卷 可是它裡面看起來包了很多蔬菜 有點像你可以想像成千層麵 可是它那個餅皮稍微硬 就是有點像印尼的烤餅的這種硬度 因為呢就是有放蘋果啊 番茄 還有一些綠色的蔬菜 整體吃起來是清爽的沙拉 但是有非常濃郁的番茄味 下一個下一道呢 是他們的銷售第一名的餐點 大炒年糕空間有炸魷魚 我覺得它的這一盤出來以後 就是會很high 因為旁邊還有炸一圈的 疑似像花枝丸的東西 還有一圈的炸雞 我覺得視覺上面看起來就是 Party time一定要叫我的粉絲 嗯 是蝦子碗耶 其實它裡面好像有包 它是蝦子烤肉 就是裡面好像有包東西 它蜡炒年糕是用這種小年糕 它蜡炒年糕的醬 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偏辣 比較沒有那麼甜 因為韓國大部分的蜡炒年糕 台灣人就受不了就是太甜了 我覺得它沒有那麼甜 然後它的年糕也是因為比較小塊 所以我覺得跟醬料融合得很好 然後它的年糕非常非常的Q 我覺得很好吃 可是它的魷魚我沒有很喜歡 它的魷魚 我覺得有點油味太重 所以妳覺得魷魚怎麼樣 我覺得魷魚不是新鮮魷魚 好像是已經 可能已經有曬乾 有處理過的 有處理過的 我覺得它炸的口味 不是台灣人會喜歡的口味 魚飯什麼的 跟它的醬料卷都很OK 我們來 繼續寫我們的評分表 拍到嗎? 對 你不用管我自己抓醬 我剛剛絕對沒有把披薩灑到外面去 它的披薩是這種可頌餅皮耶 它披薩超好吃的 我覺得它加披薩很好吃 因為下面那個是可頌 所以真的口味超重超油的 可是可能吃一片就飽了 我覺得它的蝦子 台灣 我們會講說吃起來以後 一定要有一個QQ的口感 吃起來的蝦味不用太濃 可是口感反而是很重要的 可能韓國跟台灣的那個民宿風情不一樣 它是吃起來蝦味非常的重 可是沒有那種QQ的口感的感覺 這一部分有點落差 它的薯條看起來非常的很反普通 可是它薯條上面淋了大量的奶油蜂蜜醬 跟黃芥蜜 所以吃起來會有個很香的奶油味 然後又甜甜的 可是這一家他們 它處理清爽類的食物 像沙拉 還有一些沾醬 處理的都還蠻好的 吃起來頭感都非常的清爽 據說這個是 拿來給韓國的上班族 謝份的冰牌 它的吃法呢 就是把這上面的刨冰給敲碎了以後 一人一碗就可以了 然後它裡面還有放一些那個 金麒麟的感覺 就是花錢 我覺得這個如果 這家店真的想要進軍台灣的話 這東西一定要帶過去 因為我覺得是台灣沒有的口味 我覺得它其實真的很好吃耶 我覺得它的比例很好 我覺得它的比例怎麼說的好呢 因為它裡面需要很多的糖漿跟煉乳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很容易吃的時候 會覺得太甜 會有一種 啊就是一堆糖漿水啊 的感覺 我覺得它做的完全不會 它裡面有顆畢色味道 糖漿 水果味 煉乳味 所以我覺得 比例做得很好 然後以上就是這一次呢 透過Delicious Care 我們做的所有的油官 想要看看到底他們的食物 符不符合台灣口味的所有餐廳的評價 如果喜歡我們的分享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